今天是大年初五啊 今天还要拜年 我们走 今天已经是过年 拜年的最后一天了 怎么今天就初五了呢 时间都去哪了 你们发现了没有 小学一走就是半天 初中一走就是一走 高中一走就是半个月 工作一走就是一年 老了一走就是一辈子 回家前的喜悦 回家后的无聊 离家前的不舍 离家后的想念 到底什么样的终点 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泥 因为都出去拜年了 没有人在家 得把门给锁上 走吧 今天呢 是我跟爸爸去拜年 今天最后一天拜晚年以后 我也要回我的河边了 去陪我的大白去了 今天也是我开车啊 我前几期发的视频 有粉丝评论 说我的头发太长了 剪短一点会更好看 但是我就喜欢长话飘飘的感觉啊 有句话怎么说的 带我长话急腰 嘿嘿 还有粉丝说 他们那里拜年都不买东西了 但是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的话 拜年是要买礼品的 不买礼品的话 拿红包也可以 但是我们是选择买礼品 买礼品的话要好看一点 爸爸在街上 然后我们要在街上去接他 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了后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不能分别黑夜或甜蜜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哦 我的眼睛 看不见我自己 是寂寞 慢慢占领我的心 长夜里越来越来越冷静 回忆里越来越浮积 是否 慢慢浸蚀我的心 抹去两脚的眼泪 从初后 不再有谁不及 我从这边边过去了 哦 这是小楼踩踩踩踩 是的 哦 现在去姑妈家了吧 进来很大嘴巴 我们说方言 你们可能听不懂啊 现在接上爸爸了 爸爸说前面往左转 往左转过去呢 去姑妈家拜年 然后我让爸爸系上安全带 我们现在出发了 接下来我们走的就是乡下的路了 走一会就到了哈 给你们看看 我们贵州的风景还可以吧 前面有一个水库啊 水库的话也可以钓鱼 平常有很多人来来钓鱼 还有我之前发的视频呢 评论区有粉丝说 我是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我学会开车的时候 已经有七八年了 因为我之前是在4S店上班嘛 所以一开始就去学了 一开始就会开 嗯 这里有一个厂房啊 是什么厂房 嗯 我都不知道 好前面到了 哎 你们看有一头牛 黑黑两头 两头牛 黄牛正宗的黄牛啊 我们这点牛肉是 啊 正常情况下有的是25到30元一斤 就是光肉啊 这样1234这里有四头牛 过年也得把牛放出来溜溜啊 你们看好的柚子啊 书上都挂满了 怎么都没有人吃啊 嗯 我们这里的牛肉呢 就是毛牛肉 就是说你如果你枕头买的话 大概是13块14块钱一斤 如果是就是宰杀好的光买肉的话 是25到30一斤 有时候也会30多36期这个样子 我爸爸他买的话是买了25元一斤 挺好的啊 我们到这里呢 也就到了 得找个位置停车 嗯 我们就在这路边停了吧 因为再往前走的话 就找不到地方掉头了 我跟我爸爸把礼品给拿上 然后我们就走喽 我们这边拜年的话 一家要买两个礼品 一般的话是酒 酒一个 然后饮料是一个 我拿一个 我爸爸拿一个 好了 我们出发了 把车给锁好 我习惯锁好车门 要用手拉一下 哇你们看那里有好的橘子 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好想去摘 好想去摘 摘了又不是我们村 等一下摘得比人家的不好 等一下我们到姑妈家了 问姑妈家有没有举着 好想去摘 好想去摘 前面这里转过完就到了 哇 我看到了狗狗 镜头拉近一点 这只狗狗好凶啊 它这凶啊 你看 挺漂亮的 哇 你们看那个书上 这个叫什么瓜 叫什么瓜瓜 我不认识 好像这个瓜 里面的那个人啊 那个 种子是可以吃的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 前面就到了 赶紧跑 我们爸爸都走到前面去了 等一下我一个人在后面了 就不好了哈 快跑 到了 就我前面这棵大树的里面 就是姑妈家了 小时候经常来姑妈家玩 我记得那个时候姑妈家养了有很多鸡有很多鸭 我每天就喜欢跟姑妈家的鸡跟鸭玩 现在长大了 我就喜欢跟大白玩了 嘿嘿到了 我们这里过年这几天天气很好啊 你看阳光明媚的 我们亲戚在打牌啊 我在看他们打牌 过年就是娱乐一下 我姑妈家养的鸡 正正的土鸡啊 他们过年没有被盾 就是安全了哈 哎呀 这里还有一只小黑猫 这只猫应该就两个月大吧 很小 你们看一点都不怕人 小猫 哇 竟然有两只小黑猫啊 可能有一只是他妈妈吧 啊 我看到 我看到鸭鸭了 看到鹅了 也看到了 镜头拉近一点摄影师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个跟大白有点像啊 还有一只鸭鸭 跟我们家鸭鸭也很像啊 但是比我们家的鸭鸭胖 好胖 它过年没有被盾 应该也是安全了 两只鹅 跟大白很像 但是不是大白的品种 这个是燕鹅 大白呢 是尸头鹅 有一只好像是尸头鹅吧 我看的也不太清楚 这时候养了大白以后 我看到这些动物 就像看了我的初恋一样 舍不得走 好了 我们现在去外面上一下布 听说姑妈 他们村的环境很好 我们现在去看看啊 全国桐林的环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这里有一只斗鸡 斗鸡 斗鸡是不是大家很厉害 你们看它的样子 大家厉害不 我感觉它在盯着我 看一直在瞄着我 不知道这个鸡咬不咬人啊 如果它咬我的话 我就把它买回家 可惜它不咬我 算了 走了 嘿嘿 这里还有一只白色的 这是代工鸡吧 走了 啊 太热了 偷了一件外套 好 耶 快点 我们去上屏后来了 慢点出口 好看 这个电台的你长得好看待它呀 他在平 eats 你也都放下我 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这些都是我们的亲戚啊 我们都是一起来半年的啊 他们问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直播啊 我说是呀 我说直播间有个人说你长得好漂亮呀 就是我们都平常的这样聊天 我们现在三朝步一块就去吃饭去了 要往前面走一块人有点多啊 哇你们看我右边有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农作物 叫泥田的 就是泥田的工具啊 就是牛泥那个田 我不用普通话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听说那边有河 但是有点远我们就不去了 你们看种了好多菜呀 嘿嘿 好了 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吃饭了 啊 嗯 嘴 好 着 别o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